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往,渊源流长 双方已确定2024年为中国东盟国家人文交流年 7月15日至17日,中国东盟国家青少年篮球赛即文化交流活动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举办 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的青少年们 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金平县、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及该州西筹县 赴宁县、马里坡县的青少年们一起进行3v3篮球比赛 以手上的小球带动文化大球飞速转动,让中外友谊在球员指尖尽情绽放 一方面从我们文山州从马里坡县来讲 这样的活动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我们文山和马里坡对外开放的程度 进一步提升文山州和马里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进一步促进我们文山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务实的合作和能文的交流 另外一个呢 中国东盟关系的长期的友好还是决定于青年 这些七个国家的篮球队员们、中学生们到马里坡县、到文山来和我们的文山的这些中学生们一起比赛一起交流 我想对于促进中国东盟之间青年的这种友谊 进一步加强这个中国和东盟之间长远的这种友好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这个二十年来经常到中国来 可是一般都是到那个北边去 咱这个云南就是第一次 这个中国人也是太热情 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青少年还前往了马里坡县民族中学参访 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体育运动等文化交流活动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三人的板 是因为需要三个人团队协作才能一起嘛 所以就对那个比较感兴趣 我们和菲律宾比赛了一下 那就感觉很好玩 对我本身来说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就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人人民的热情 就那种书法我们在马来西亚本地也是有的 可是我看到中国是对书法这个方面 比较深入的了解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知识 对学到了新的东西 然后就还有那个陀螺啊 速球啊对全部都是对我来说比较新的东西 这个是一种新的体验啊 回到马来西亚过后 我也会想把这份经历分享给就是我的朋友们啊 据了解 近年来云南省持续深化 与周边国家在教育 文化 体育等领域的合作 助劳民心相通 联心桥 本次活动是中国 东盟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旨在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 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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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